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临外在湾区表演舞台 精彩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放上你的耳机 将音量较大 享受今晚的表演 欢迎来临外在湾区中文网台 我是沈台长 今晚很高兴地邀请了一位新认识的网友 陈先生 上到你的Live Talk Show 和他分享一些对香港局势的看法 陈先生你好 你好 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陈先生 或者你开始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先 好啊 我本身就已经来了美国 都有29年的了 香港就住了刚好 都是29年 看到两面中西的文化 每个东西都不同 我在香港出生 香港成长 香港在读完中学 中五毕业就去考警察 那当时呢 未够21岁 父母就不肯签字 那香港的法例 你未满21岁 他要你父母签字 那我就没做到 也就是就留在家 也要做上 Whoa 就跟有些人的影響谱 做用 做了几年 我发觉都是不适合的 再重新来做做考警察 那便录取了 那时候已经23岁了,做了6年,后来做了6年之后 家人说移民,来美国,跟着一起来美国 来到美国之后,回了几年,Community College 就读这个Interior Design 读完之后就没有在各方面发展,就去做银行 读过一样,不是做那样,就做银行 做到2012年,就发觉有青光眼,很严重的青光眼,就休息 休息了,又做Laser,又滴眼水,都不行 过去4年,已经做了5次,开刀手术了 现在就没有回到银行做事了,因为油眼已经剩下20,100 左眼就正常20,20,在家里就半退休 上网上卖东西,不可以维持新计 因为老婆还有份工,也有很多收入 我起码有些东西做,Killing Time 时间越过一点 嗯嗯嗯,你现在还是很关注香港的情况 对啊,本来我本来就没有安装Cable 香港的什么新闻,电视剧,那些长剧,我都不播 但是突然间,2014年,上网上看新闻 发现香港的占中那件事件,令到我突然间 再留意香港的新闻,因为那些次牵涉到 邀请警察部的六岁嘛,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示威者和警察部 当时的那个张力的交力都很厉害 所以我都很跟贴香港现在的新闻 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我都很留意香港的新闻 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8月18日 我们现在,8月18日 香港已经过了,那个晚上 就风平浪静 因为有些网上的人,就说 8月18日可能会有些 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但是现在看来都OK 风平浪静都算是一个和平的示威 那我们都好像松了一口气 那你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 都是一个很好的,没有试过一个星期 一个周末,一个长周末 可以有一个这么平静的夜晚 给香港去度过 但是这个平静度过也会令到一个很伤感的画面 就是,所有很旺的市区的城市 那些店铺 往日很旺的 但是你看到一个死城,没有人走 就是从这个示威里面也都牵扯到很多民生的问题 很长远的这个,影响很深远 也都希望这个问题可以早日解决 让我们将双方的成见能够放下来 可以真的坐下大家四四六六可以谈得到 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是啊,我也是这样的希望 但是现在示威者 他们有一个 就是说对于警察 是一个很大的批评 他们认为香港的警察 用的武力是过分的 而且他们是针对这些示威者去打他们 那你自己觉得这些传媒的报道 你觉得是不是够终枯 够不够全面化呢 就是我,以我观感 两边我都住了一半的时间 二十九年和二十九年 我在美国也都生活了很久 也都见到美国那些警察 他们所用的武力 是比香港可以多很多倍的 很简单,譬如在街上 截定一个人 他可以,如果他说他是一个 私人是通缉的人 他就随便拔他的枪出来 指揭他 他就不要动了 同时,如果你去抄那个人的告票 那时候,如果那个司机 跟他有任何的口头上的冲突 警察已经很快 就立刻拉他出来锁他手扣 就是给一个那个程度 跟香港 如果你在香港抄了个人的告票 被司机破口大骂 就是骂了你家人 全部都骂了 就是你的尊严在那里 在那里 被他掃到你一个线都不成 你还给他告票的时候 你会说先生,麻烦你多谢你 美国都会这样做 美国都会这样做 跟你说 thank you sir 美国都会这样做 但是 相对来说 香港警察的忍耐 用的武力 是相对低很多 嗯嗯 是啊,我看到 相对起来 都是比较克制的 香港的警察 而且现在的示威者 甚至乎有些挑衅的行为 是吧 就是说去挑衅这些警察 那样 那我相信 亦都真的很考起 香港警察的 他们的EQ 是吧 就是要 经常都要去 克制住自己 就是因为 又怕被他这些 的示威者 又投诉他们 又或者等等 又或者在传媒那里 做出一个坏的形象 那我相信 香港警察这段时间 这些压力都相当之大了 这个当然啦 每一个上班 哪想会被人骂啊 尤其是中国人 那个 道德观念 离而廉 很重的嘛 你就是什么想 上班被人 带着个妈妈上班 就是这样被人用粗口 当面骂你 很难受 嗯 我觉得 香港人有一种 那些年轻人 那种的暴力 不是单止是 physical上的暴力 而是语言上 很暴力 他语言上去侮辱你 说你是黑警 说你是父母 就是用很侮辱性的词语 去把你当时的 他用这些言语去压低 你当日的情绪 嗯嗯嗯 去挑釁你的情绪 是啊 但是在他们的观点 就是说 政府给你数万元的工资 你是打算被人账 我反而不是这么认同 就是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不是你给我们工资 而是政府给我们工资 嗯嗯嗯嗯 甚至有些恐嚇的情況發生 我看到有些報道說示威者在網上欺凌警察 把他們的家人的資料都公開出來 我認為這些是很恐怖的行為 涉及警察的家人 這個在美國社會是不行的 但我不知為何香港的法例 所以說香港和美國的法律始終有不同 你很難去比別人說西方標準 我不明白那些年輕人說西方標準的定義是什麼 他們所知的西方標準去到哪個境地 或者在分析中他們都不知道 對他們有利的就是西方標準 對他們不利的就是另一個標準 我覺得有時候很無稽的 看這些年輕人說的 一種很無知的感覺 對西方標準來說是另一個標準 跟我們這些移民了二十多三十年的移民 聽起來都好像很古怪那樣 你怎樣會認為你在西方國家 例如美國那樣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呢 在三藩市我就真的沒見過了 在灣區那裡我就沒見過這麼大型的示威 而且是向警察去挑釁 又或者去扔東西 在美國這裏就真的很少有 我自己本人都沒怎麼看過 見過這些情境 你不要說扔磚頭了 你拿刀或者拿武器 你經常說那件不是武器 但是看你的意圖和企圖 你拿一支筆 你用一支筆是你來插人 攻擊人 重要部或者眼或者臉 那一支筆已經是一個攻擊性武器 他們有時候 經常認為 那件事不是攻擊性武器 只是你當時心裡想的企圖的意圖 是怎樣的情形 那一支筆已經是攻擊性武器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問解了 那件事也不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他們可以自然於死地 很簡單 當年朱振國在香港的警察 不知道可能你不知道 如果問你 他有個警察在街上截停一個年輕人 他拿一把戒刀 突然間他頸了一戒 是啊 割了一個動物 嘩 頸了動物 是啊 那麼警察還跑去追 追了一百多馬 那麼他自己就躺在那裏 是啊 但是 新聞就說 他只是用一把刀 沒什麼特別的 不是很致命性 但是一把刀 可以令到一個人 朱振國到現在都還沒有痊癒的 哦是嗎 還在醫院 到現在都還沒有 比植物人好一點點 但是他可以清醒 哦 但是那個我們叫他反被告 只是坐幾年監 哦 美國就肯定坐幾十年了 是啊 這是一個重罪來的 在美國來說 但是香港那個 始終的法律比較寬鬆 我覺得 這些人經常說 跟美國標準 跟西方標準 你根本沒得談 沒有可能兩樣東西拿來談 是啊 那麼 至於催淚彈這件事 看來都已經 那些人說已經發了 千幾二千枚的催淚彈了 而且在國際的媒體 也都是強調這件事 那麼你自己對催淚彈這件事的看法 你是不是也都覺得 香港的警察會不會 真是過分了用這一種的催淚器呢 我覺得這個觀點就是 我不認同現在的媒體所說 因為催淚彈是一個最低的武力 最低的武力 只是驅散人群 再高一層次的 比如用到布袋彈 或者橡膠子彈 如果在我們以前六七十年代 有個 有個帖子握一個AR15的自動暴槍 如果回到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是啊是啊 你用是用那些長槍 英軍是用那些槍的嘛 因為那時候發現有人扔炸彈 火炸彈 要輸到英軍出動 看到那些示威者 已經受決可以隔散的那些人 但是現在因為轉了一朝 轉了一制就不用AR15 就用雷明燈發射那些 橡膠子彈 已經降低了武力 但是為什麼說催淚彈 為什麼用那麼多催淚彈呢 就是每一樣東西 有個因才有果 好像那次 警察部有個警察公共關係科的總警司說 那些人經常想說為什麼警察發催淚彈 但是他不想想之前的因 是什麼原因 才引致警察會發射催淚彈呢 是啊是啊 是嗎 是呀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他發得催淚彈 之前他的守則 應該是要先舉起一刻旗 或者已經通知了口頭上 通知了所有人 現在你們非快集結了 就不應該在這裏 就要疏散了 又或者有危險了 你們要回家了 但是那些人仍然不肯離開 是不是已經給了他們足夠的警告呢 是啊 這個已經很足夠警告了 怎麽止三次 可能多個三、五、十次 是這麼警告的 用咪咪 請前面人群和平散開 看回新聞也是 叫聲施力竭 那些人有沒有動呢 沒有動 但是他扔出了彈之前 他們做過什麽動作 這裏新聞媒體 CNNBBC 他們真的好像抹殺了 嗯 不知道他是沒有拍到啊 或是CUT了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朋友 或者香港的朋友 舊同事發給我的視頻 那些人呢 講單好像六、一、二個事件 很多人拿磚頭 好像 好像下雨那樣 排山島可以扔上去 嗯 如果比上我的議場 就是比上我議場 司徽官 還有沒有時間舉期呢 還去舉期警告你 沒有時間啊 是不是 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射 催略彈和蔣膠子彈驅散你 是啊是啊是啊 還有現在現代的傳媒的剪接很厲害 很厲害的 他好像有些剪輯那樣 只是拍那些人 那些人這樣走 然後就剪接 然後就拍警察射上膠子彈 嗯 現在的東西 好好好 那些新聞給人看得好像很假 剪輯了是不是 剪輯了 原本真的報道事實真相的出來 好像TVB記者那些 是啊 有一次他在律政大樓那邊 個個都純相說說新聞自由 是不是 是啊是啊 但是那個TVB 他也是一個記者 他也有權採訪 是啊是啊 他拿著攝影機在大樓外面 他拿著相機 看到他的視頻是什麼狀況 那些示威者 拿著雷射筆 拿著一些電筒 大聲弓在他面前 就是這樣騷擾他 是啊是啊 如果你說你是純相新聞自由的 你為什麼你會做出一些這樣的東西 去妨礙一個電台採訪 他的新聞 是啊 如果一個電台說他報導事實的話 你說他報導假東西 這個又是不是新聞自由呢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媒體現在很偏頗 嗯嗯嗯比較偏頗的 就說起偏頗 就現在關於這個屯門黑野這件事件 是吧 那麼就 示威那一邊的人 就捉住這件事 就去 就是說 針對這個警察 就叫他們做黑社會 那樣 就說他們沒有做到他們的本分 去停止這些白衣人 我相信是屯門的居民 去停止他們 那你呢 反而你有些視頻 就可以展示到這個事件的前面 通常我們在媒體 前因 是吧 那或者我們在這裏 介不介意給網友看看 可以可以 好啊 那我現在就展示第一條片給大家看看 OK OK 陳先生 你或者你給大家解釋一下這條片 拍了些什麼 這條片的起因就是721之前 應該是之前 大概一個星期的 那有一幫黑衣人 就不是元朗村的人 那他就集在元朗村裏面 當時他裏面元朗村有幾個白衣的人 相信是當時的村民來的 是 那他見到那幫人 突然喝到村口 他們那些村 那天在元朗白衣住過一個月 是 我知道裡面的元朗的人 就很齊心的 那些白衣 那些村民街坊 各個都是白色底衣 就是白色底衣很平常的 各個在那些村裡有幾個人 突然間見到一幫黑衣人走進來 當時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哪裏頭的 那就 被他們 恐了就走了 那時候就 也都不知道 這幫黑衣人是黑社會 還是示威者 還是什麼人 走進來 整幫人那裏 起碼有百多人 是啊 那麼這件事就令到當時元朗的村民 你們都有點緊張 為什麼突然間有幫黑衣人 會進來這個元朗搞事呢 是 這就是第一個原因 那之後 之後呢 之後呢 就另外一個 傳聞呢 就說 是 那些 說發起連龍牆的那些年青人呢 是呀 那些年青領袖呢 有一天就想入元朗就貼連龍牆 哦 就被當地的居民呢 就趕走了 哦 就不讓他們在那裏 是 不讓在那裏貼紙仔 那他們呢 原本他們有個時間表呢 就想著7月28日就入元朗 光復元朗的 哦 OK 那他們的7月21日程表呢 就是去這個中環那邊 做這個遊行示威的 嗯嗯 那當晚你知道721發生了很大件事 是呀 很多人 就是萬多人在中環那邊 他又 又在金鐘那裏搞事 又去到這個中聯辦那裏搞事 嗯嗯嗯 那他 那些警力 就已經 就是被他 周圍 散播了出去 散了出去 就是每個環頭已經把人拔出去 OK 是沒有人的了 那就是721那晚突然間 他們突然間那邊指揮就說 分一批人 是 進去元朗 是 大概應該有六七百人 在網頁連登網那裏自己發出來說 網頁突然間說進去元朗 要進去元朗 大概幾點呢 他們進去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九點多 九點多晚上 但是當時屯門那些村民已經得知到他們正在進來的了 你的意思是 在西鐵港 港鐵正在進去元朗 那也都通知 就是通知元朗那邊的那個閘口 是落閘 落閘 落閘 那元朗那邊的村民也都在網上 你進來吧 我們都拿著藤條 就是自衛 保衛 我覺得這個在元朗的居民來說 他們是純粹自衛的 如果你記得1992年 羅山有一個很大的暴動 哦 羅尼 金 是吧 羅尼 金 因為四個白人警察 打一個黑人男人 打一個黑人男人 他無罪 引致落山基城大暴動 當時的警察的警力已經不足以應付 去對付所有的示威者搞倒事那些 掌略的人 漢國城是第一個手當其衝 就給他們掌略 漢國城當時的自衛 是拿了家裡的長槍 短槍 在自己的城裡的高流 記得這件事嗎 哦 是啊 我都若忘記了 好像是有些市民都要自衛的 因為當時警察都管不了太多人 沒有辦法 搞不了 相對來說 如果元朗自己收到封 他們自衛 我覺得是一個很合力的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第二條片 好嗎 陳生 OK 看看第二條片 這裏我們明顯地看到了 看到有些穿黑衣服的示威者,就向村民挑釁,說髒話,爆髒話 這個解釋一下,本來大家已經紮落了,已經分開兩班人 白衣服的村民、市民,你不要說,全部說是黑社會 我覺得是一個侮辱了他們的村民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攻擊他們呢? 就是因為那個黑衣服,很明顯你看到的就是挑釁 突然間就走到閘那裡,把船車插進去裏面 有個白衣人是中了招的,有個白衣人是中了招的 接著他們就在中間再插一下 很明顯你這個動作是挑釁、挑掛人 就是你撩人打、撩膠打的,對不對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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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有個恐武有力的,他在那裡襲 他在那裡襲,就進去打 所以那個黑衣服來打,打幾個打他一個 但是媒體的報導是沒有說這個前因 就是說這個黑衣人、市民 被那些白衣的黑社會打拳打腳踢 這個我覺得是很偏頗的 就是他沒有播放的前因 為什麼? 這段影片你看到現在他們上網找不出來的 找不到的,很難找得到的 找不到的,是 我們獨家了 我們就去玩他們獨家了 是,是,香港的朋友傳給我 先保留你們 保留你們 可以保留你們 當時事前的發生 為什麼黑衣服的市民 他們認為是市民 白衣服的黑社會 他反過來說這件事 有時候就是 你去看一張照片 看整個事情的影片是兩回事 所以就引致那些白衣服去打他們 那些示威者 即黑衣服的人進去打他 打到差不多那些人 就縮回到那個閘機裡 然後我們就看第三條片 當他們縮回到後 就發生什麼事了 好嗎? 我們看第三條片 在那些人 他們先做新黑衣服的 我們沒買到這樣 警察你 proudly出來 出來示威者 你怎麼連這個人 announcements 警察現在正在離開,全部都站在這裏 拉不住兄弟,拉不住兄弟 大家可以說我這裏,牽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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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手,牽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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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陳先生,我們剛剛看到第三次影片 你形容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這情形也是一個讓人很失望 媒體沒有報導 沒有前因 你自己人已经进去,很明显这班是示威者,为什么知道是示威者呢? 因为影片的美团有个年轻人在哭,他写口说,我们也是进来想示威而已 既然你进来示威,你的动机已经不好,你晚上10点进来元朗 是没有拿到拉审进去的 你已经不是一个集会,是非法集结 你进去元朗示威,你自己说明是示威 晚上,你不能进去看月光 就是9点多骚扰,骚扰里面的居民 9点多骚扰人家民居 你已经分开了白衣在外面的市民、村民 我不会说他是黑社会 而是媒体说他是黑社会,就是把整个事件调转了 而黑衣的那班人在里面,不断问人家,问候人家 这个议员,如果是一个议员,一个好议员 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和平的事者 叫他方便冷静 而是他自己也用粗口,华人PK 即是我们也看到的,在这条带里也看到这个 是不是姓林的 是姓林的议员,没所谓全名 即是他作为一个议员,他也没有做到议员的责任 他劝教,是火上加油 这个已经是失了他做议员的风骨 即是没有意愿的责任 如果你见到这么混乱的情练,你还在说 突然间有个年轻人,他也都失去了他的情绪 那个理智 拔了非法 illegal,拔了水防火水喉 用水喉去射人 射人 如果在美国来说,这个是属于一个攻击来的 这是一个攻击 即是你拿一杯汽水突然间 你用水喉去射人 即是你用水喉去射人 即是你用水来攻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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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种攻击 你当时的动机已经是一个武器 你用这个水喉当作武器攻击人 人家 即是 在人的情绪来说,他是一个生怒 他进去打他们 是啊是啊 我不是说打是对的 我好像郑淑星说打是不对的 但是哪一个造成这个冲击呢 也都是示威者他们自己造成的 那些人打他 追打他 已经那个愤怒是一个极点 他们的人打他之前都打了口罩 每个都好像英雄那样 粗口骂人 当自己好像超人那样 但是被人打的时候,每个都脱了面罩 每个都扮得很可怜 嗯嗯 有时候 好像你说得对 他们好像有精神分裂 精神病 很神奇 让我看得到 那些年轻人 真的 为什么戴着面罩 好像是无面超人 是啊 就好像变成一个无辜受害者 除了变成一个受害者 戴着就像超人上身 是啊 是啊 但是最无辜的一件事 就是那些这样的权威者 他 我没有说有没有理由 那刹那他见到地方他就捐了 他捐到车厢 是啊 他刚刚的车厢道 也都有其他乘客 是啊 这个就是其他乘客 央及了无辜 这个也是最大的遗憾 就是说那些白衣人 因为当一个人失去理智的时候 就是狠情形 我不是说 就是偏向那些白衣人 支持他们 但是他们打也是一个暴力 是不对的 这个绝对是不对的 就好像那个黑衣人 如果那个黑衣人 他抓到那支傘去插那个人 根据正式来说 他都可以一样拉在公众地方打架 因为他是他先打架 嗯 而打他那五六个白衣人 打他为偶 他那几个一定要拉 但是反过来说 那个黑衣人 一样要拉 当然了 就是挑衅他的习机 另外一样 我也觉得很惊讶的 就是拿水喉出来喷人 这件事 在主流的媒体 是隻字不提的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过 一段新闻 是说这些穿黑衣的示威者 是拿了一条消防喉 来喷向这些白衣人 那你作为媒体 这麽关键的一件事 是吧 就是你整个屯门黑衣 我自己觉得 是一件都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是吧 是吧 现在香港的传媒 真是很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形容 他们是偏离了一个正道 不是真的报数新闻 而是商业新闻 变得更加恶化 把故事调转 如果你说白衣人是黑社会的 那我可以 算我说一句 你黑衣那些是暴徒 只不过他那些未能发出来 当他语入到元朗区的时候 他时时一威就会 发生骚乱 就是我推测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到这个地步 但是这么多次的示威游行 那个最后的结果 就是发展到 他们用砖头 用那些杂物 就是扔 现场警察 是啊 当有现场警察 去到现场 就是发生这个情形 是啊 他们很多新闻媒体 就是抹杀了这件事情 他没有提到 示威者当中 我不会说是全世界的示威者 暴徒 而是示威者当中 有些隐藏了这个暴徒 嗯嗯 他们不会去报道这件事情 就觉得是不公平 对他们的社会 你的那个真实性 你没有去报道出来 那我想屯门黑夜 最后呢 都是要由我们的 香港的司法制度 去得到一个最后的裁决 就是等法官啊 检察官啊 陪审员啊 他们去把所有的证据 重温一次 然后才可以作出 那个决定 究竟这些屯门的白衣人 是不是真的想保卫 他们自己的区域 是吧 就是想 这些大有危险性的人 不要走进去 close to 他们的家里 他们的范围 是吧 而且他们用这些武力 算不算是合理的智慧呢 自己的防守呢 我想这件事 就是法庭 即将会有些裁决 是的 是的 我也很认同这个 暴力 双方都是不对的 这个肯定 嗯 我不只将他们用这样的暴力 去招待问题 挑衅那方也要承担一个责任 是的 是的 而且另外 陈先生 我亦都听闻 这一两天 就说 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宗新闻 就说 派了一些武装的警察 但是呢 他们就不是公开的 他们是好像 扮作一个示威者 下去香港那里 就说的是 漫漫声的 就有很多这些 好像在广州派下来的武装警察 就混入去示威的群众里面 去确认一下 那些人不要用武力 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所以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 但是你说 最多是听说 中国那些武警 解放军 集结所在深圳 拍了视频出来 Ready 现在香港真的去到一个地步 失控 会派下来 但是 未见到有这个迹象 未见到有这个迹象 是 警察部也说明了 他那个开会 他们每一个警察 都是经过正常渠道 申请进去做的 嗯嗯嗯 是入境的 也是经过正常渠道入境的 不可能会 突然间会加你进来 不可能的 你都不知道香港的系统 警察的系统 行政各样架构 你怎样跟他 跟随大队 你都不认识 警察部里面的领导 不可能会继续一起 很难继续一起的 是吧 你听谁指挥 你说逻辑上 你都不可能 你派十个八个 拌下来 你里面听的领导 跟香港做的手法都不同 那也是 你不可能 不可能融会到的 嗯嗯 很简单 你踢球 大家不懂的 就会拌在一起 拌在一起 你都要夹一排 你才夹得熟 那也是 不可能就这样 不可能立刻就说 就一起出去做事 不可能 嗯嗯嗯嗯 那现在我们都很希望香港这件事平息下来 就不要把这些暴力延长下去了 所以我就尽量运用这个网台 尽量给大家更多的资讯 有时候我们看的主流媒体 或者有些人叫它做王媒 这些支持示威的媒体 他们就未必一定是将整个案 整个事件的全面的真相去披露出来 那样 但是我亦都想希望可以的话 就找回一个平衡 是吧 等那些人可以看回另外一边 是吧 就不要只是看一面 就看另外一面 那另外一件亦都是争议性很大 就是机场就有两位的中国人士 是吧 就被人绑起来 那样 那有些人说 甚至乎那些示威者 就将他的褲子都脱下来 去意图去侮辱他们 那这样 那这一件事你又怎样看法呢 陈生 我觉得这个民主派这个运动去到一个地步 已经是失意义的 失去了他们的方向 他们的诉求已经是偏离了他们的诉求 嗯 和他们这样去做呢 他最初有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们的民意民心也都有一点点倾向他们 都赞成他们去示威 争取的需要 是的 是的 在我的立场 我不会说政府做得好 这个是真的 政府做得不好 不足够 是的 但是也不知道市民要走到这么极端 去为了他们的理念 而去用到这么暴力去达成他们的理念 为了他们的理念去影响市民的民生生活呢 这个我觉得不认同 是的 如果你影响到一个社会的运作而有这么大的损害 好像机场的一件事 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 是的 CNN BBC都包含着 是的 这件事 外国游客 还在跟外国人游客在争论 是的争论 有些都哭了 外国的女人笑回家 要看病 不知怎样 他们的年轻人的观点就是 你为什么不支持我们 不支持我们 你只是担心你被班机飞不到 就是问人这个问题 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愚蠢 我当然是担心我的班机飞不到 当然了 但问题是你的担心 不是我可以帮到你 你和政府的问题 你和香港政府的斗争 你自然和政府去祈求 不是和我们这些无辜人的身上 市民 是的 他将两件事撈乱了 那些人的思维 是的 就是为了自己达到目的 而将那件事 已经搞乱了 他不知道先后次序 已经全部撈乱了 而且对那两个中国公民 这是一个很大的侮辱性 这件事件令到中国十几亿人 看了这些视频 都觉得香港这些示威 太过分了 那你已经失去了 那么多人的同情心 全部人都觉得 你们这班人是 倒乱的 那你和整个运动 已经没有了意义 是的 问题现在就是 那些传媒 那些报纸 还说 他们 意思是他们做得对 他们争取得对 我觉得 媒体 那些报道这件事情 也有些有些偏颇 有些运动 这样去打人 去打人 这样的程度 打肉体 是他事小的伤害 在他心灵上 永远留下一个阴影 是的 他下来是旅游 或者其他什么目的 也好 他是患事的记者 是的 他也是下来旅游 你不可以用这样的 第一是禁锢 是的 第二是嘔打 第三 他用那个十字所喉 这个是谋杀 站在谋杀 即是呼吸不了 如果时间长的话 是可以窒息的 是的 我看到我也在做 我在美国这边 在洛杉矶 我打了三条狗 长途电话 打不通 打了十多二十分钟 打了机场猜款 打不通 截不通 当时可能很繁忙 很多人打他 嗯嗯嗯 即是你也很担心 当时的情况也很担心 是的 很担心 即是一个 守无寸铁 他们经常说 示威者守无寸铁 是的 但是守无寸铁 他也可以打死人 你明白吗 当然了 人多的 是的 是的 一人一刀口水 都会浸死他 是的 何方用拳头 你看些人 有个拿着美国旗的棍 真的棍棍 拿他的命 插在他的身上 插在他的头 是的 这些简直是 我不可以用人来形容他的行为 即是野兽 savage 即是失去理性的野兽 即是失去理性 你会做错很多事情 譬如不多一几年后 嗯 就算你没有被人捉到 希望他们自己懂得想 当日自己做错些什么 因为时间可以被他们 涂化他们 希望他们接触社会 一些善良的人去改变他们 是的 让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车 即是年轻人有时候 错 就真的很难回头 是的 而且你牵涉到刑事罪 你将来你想去外国升学又不行 是的 你去哪里旅行 你犯刑事罪 可能都不让你入境 嗯 其实香港真的是 一个很自由的城市 是的 你去哪里都不用签证 是的 是的 是吧 对啊 一向以来 我自己觉得 香港都是一个很自由 很民主的地方 所以现在 虽然有些人 他们对政府 认为政府做得不足够 但是 你说相对起来 世界有很多很多地方 比香港更加 政权更加凶 所以你说 你比较是真的很难去比较 但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就是 我回到香港 和来到美国 没有很大的分别 自由度 我们可以上网 又可以去社交媒体 在香港那里 又可以有自由言论 可以说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看到很多人 又爆粗 又在媒体上 甚至乎 好像比美国更自由 那里 尺度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有很多时候 那些人 太激进 他们背后 是否真的想 为香港进步 而去示威 还是他们全心是想反共 反对中国共产党 所以这些混在一起 真的很混淆 我觉得 很多事情是未发生的 那些未发生的人 走去担心 这个是否真的 overreaction 就是 你明天的忧虑明天当 你未发生的事情 你好像 我不敢说 淘板条例 是绝对对的 但是你未走出来 好像香港那麽多私政 每一个特首新上任 他每一个私政提出 他都未走出来 你所有反对派 已经说no no no 是呀是呀是呀 这个是令人很惹怒 很惹怒 如何去改变香港的社会 你不让我走出来 是呀是呀 比如你走这条法例 好像在美国那边 你走这条法例 我发觉不正确 再修改 阿曼他这个诺 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你现在的逃犯条例 嗯 看我来说 我不觉得有什么错 我唯一在其他人来说有错 我不知道 每个人的理解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同 是是是 一个人犯了法 当然当然要接受惩罚 你没理由 被他逍遥法外 是不是 但是问题 如果你以为有错 你先走出来 嗯 好像那天在机场 有一个另外一个 gentleman 他就是去做IT的 被人打了一锤 嗯 他也是这么说 他说 你都没走出来 你怎么知道是对还是错 嗯 而且他又没有改善空间 你有时间 你现在不是没有时间 你现在这件事都没走出来 你那些人就先害怕 是呀是呀 是不是 好像过分敏感 有些过敏感 而且我想是 带起了一些情绪 有些人根本就是很抗拒 不想是融合中国的成为一部分 那就是如果有些什么是涉及到中国的 他们就已经说了no 连理性的分析都不想去分析 这样 这个有很大可能 如果我说回六四 当年六四 1989年 我还在山顶景处做 那些新闻都是透过外国新闻 说报告 是呀 中国又派解放军 弹劾车进城镇 但是如果 我想回 今天 今时今日 如果我套用回 今时今日的香港 嗯 我会发觉一样东西 当日的新闻 会不会像今天的新闻一样 是有鞭颇呢 嗯 我有这个感觉 会不会是这样呢 就是当日的新闻 会不会只是 报道了一个部分 而没有报道了一个真相 是呀 而大陆 大陆政府说的就是说 因为整个北京市已经失控 失控 好似有些警察甚至乎 爽身了 就是被燃烧帝人在那里 就是活生生的 燃死了 有些警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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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也有些视频也都拍了出来 嗯 这个这个也都证明了一样东西 他有个原因才会引致到有个后果出现 嗯 我不是说他大陆是对的 但是 但是为什么传媒很多东西 他没有卖出来呢 嗯 他没有把真相真实说出来 嗯 这个是我现在反思一个问题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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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是啊 传媒的那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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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功效 中立性 中立性的影响很大 对一件事情的那个 那个 那个的看法最后发展 嗯 所以现在你譬如 刚刚你提供那三条片 都是用一些平民的手机拍下来 对 那如果你说我们手机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那三条片就根本没有人看得到 是不是 就是永远消失的 就是那些老人家不出街 就是看报纸的 是啊 就是看你报纸讲的那些 是啊 就是看电视 在电视新闻播出来的 是啊 对 你TVB又拍不到 又说他是黑媒 那别人播新闻的全部 其他的媒体就说他 又反对 就是说他是黑媒 就是播些不是 但是真正的黑媒 就是现在我们有智慧的人 你想想哪一边是正的 哪边是反 就是事实 那些人颠倒了 你来来去说 这一件事的事情 就是 真是很无奈 很无奈 很无奈 那我们来着 或者再请你上来 我们这里再谈一下 关于香港的情况 好吗 好啊 我欢迎 好啊 今晚这里就说到这里了 拜拜啊 拜拜 拜拜各位观众 拜拜 拜拜 好啊 好啊